中国一艘093型 也就是商级的核子动力潜艇 在他们黄海军演的时候 突然间不见了 然后呢 也在中国内部传出说 一堆家属说 该回港了怎么没有休假 都没回来 后来他们舰队的司令 也受到陈储 当然理由不会用这个当理由 当时也有 美国的专门测核讯号的 相关的侦察机 贴近飞行到那个区域 那个是在2023年8月22号 中共的黄海军演 这一艘商级的093核子动力潜艇 后来一直到现在 这件事情都没有任何新的进度 至少我看到是没有 管局有没有去了解这个事情 好老实讲有了 有了解了 然后大概的判断是 应该不是严重的沉船事件 但有发生一些事故 因为这艘船动九三的这艘 商级潜舰 它的后续的位置 我们都有掌握 OK 那讲到这里就好了 你后面不能讲太多 不能讲太多 最近中国的军演 到了一个段落 有一些现象 要请问一下国安局 在情报掌握上 有没有一些研习跟判断 好 第一个 这个比较奇特 在中国的对台军演期间 那他有一艘4463顿级的联合奇瑞号 在东海沉没 那个区域是在他对台军演的区域外 大概在浙江的周三的东北角这个位置 那这个拖船是半潜式的 它属于定毛拖船 那主要工作是在打捞 或者是拖重型的船只 那5月24号7点02分 它突然间大转弯 降速 然后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AIS就不见了 那管局对这个事情 有没有一些判断 我们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管局的研判是什么 对一来是时间的敏感性啦 那二来是他沉没的水域 也政府委员所讲的 我们在比对之后 发现是他在演习的区域的外面 那至于事故的原因 这一个是属于事源型船只啦 因为这种半程潜式的船 四千多顿 当然中国还有军规更大型的啦 他有他特定的功能 那就说在那里发生这个事情 连中国他们自己内部都在议论纷纷 所以管局在情报的掌握上 有没有判断说 这个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原因我们还在了解 原因还在了解 对 所以确实沉在那里 是有这个沉船的事件 那他这个船沉船之后 中国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局势 有他们有进行一些相关的打捞 那事实上在 他管制了那个水域嘛 对对对 而且稍早之前不只有这艘沉船 在我们的西南海域 也有一架无人机掉下来 但它是比较属于小型的科研的无人机 属于中国的无人机 所以他们有做海事的公告 那个无人机在我们的那个西南空域 对对对 那这个无人机应该是从船舰上起飞的 还是从陆地上起飞的 它是比较小型的无人机 可能三四公尺一块 对那应该是在船舰上起飞的 对也有可能 然后他们也有派出海吊船来进行打捞的动作 因为在海吊船 海侧船 科研机 常常其实在军事跟民间科学之间 那条线分不清楚 是是 我们海底的水文 地形地貌 那个其实都重要军事之后 是是 所以今天 你刚才讲的那一架无人机 是在今天早上掉下来 不不不不 前几天 前几天掉下来 演习之前掉了 也在演习当中嘛 对演习前几天掉了 但我们还是有注意到 我们还是有注意到 那他们也是把那个区域 没有封锁 他就派海吊船到周边去巡逻 去把他找出来 所以你们现在目前还在判断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那我问一个更早之前的 2023年8月22号 当时是英国的美日邮报 它这个引述了英国政府资讯 但这个引述是否为真 我觉得要查证 但当时包含美国 包含英国包含一些智库人说 中国一艘093型 也就是商级的核子动力潜艇 在他们黄海军演的时候 突然间不见了 然后呢 也在中国内部传出说 一堆家属说 该回港了 怎么没有休假 都没回来 后来他们舰队的司令 也受到陈储 当然理由不会用这个当理由 当时也有 美国的专门测核讯号的 相关的侦察机 贴近飞行到那个区域 那个是在2023年8月22号 中共的黄海军演 这一艘商级的093核子动力潜艇 后来一直到现在 这件事情 都没有任何性的进度 至少我看到是没有 管局有没有去了解这个事情 老实讲有了解 然后大概的判断是 应该不是严重的沉船事件 但有发生一些事故 因为这艘船动九三的这艘商级潜舰 它的后续的位置我们都有掌握 OK 那讲到这里就好了 你后面不能讲太多 所以事实上 这个中国对台军演 穷兵独武 当然让人家厌恶 任何人威胁到我们家园的人 我们不会高兴的 就像我们在住家的时候 有人会去请保全 有人会设训络箱 有人会加户联防 有人设训续守队 其实国家跟家园差不多 就是我们怕有流氓来威胁我们家 所以怎么提高自我防卫能力 怎么样提高预警能力 然后有状况的时候 有好邻居可以来帮忙 有公权力可以介入 中国这样子的灰色地带的压迫 或者是军事威胁 从韩国 日本 台湾 到旅宋岛 菲律宾 甚至于连澳洲的达尔文港的北边 都有发生类似的情形 所以这样子的军演 损人不利己 那中国想不开他事情 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些事情 我接下来就叫这一次的军演 因为我们今天国防部没有来 那中国动用兵力的状况 也说规模 科目 还有他军演的强度 国安局的评估是什么 对 我们就兵力规模来看 并没有比2023的联合立舰 或20228月的陪洛西访台的联合军演来得大 他这一次有没有实弹 好像没有 没有实弹 没有实弹 对 跟个人说明一下 他这一次没有实弹 波罗西那一次 他还发射11枚有2枚在架上 9枚就掉到 5枚掉到日本的EZ上面 所以这一次的规模 科目跟强度 我是要听听看国安局你们情报单位的分析 兵力规模没有比较大了 那范围有比较广 因为就陪洛西当时访台的军演 大概划了5个所谓的禁航区 那这一次是有9个的演训区 那他有没有禁航 没有禁航 他没有禁航 对 而且天数上也只有2天 所以就整个运作的规模来讲 没有比前两次来得更大 那但是要注意的是 刚刚有提到范围比较大 那第二个是 他这一次是在5月23号早上的7点45分 宣布军演之后 他及时的就启动了他的军演 那他在展示他快速 快远兵舰的能力 这部分是要注意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是强度 对 看很明显强度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但是规模呢 规模比较大 他是由东部战区宣布的 对 是 规模没有比较大 规模没有比较大 是 所以动用的兵力也比较小 对 然后也没有实弹的射击 那演习的天数也比较短 他增加的区域大概是 外离岛 反介入巨子 还有一些外离岛的部分 是是是 那他在外离岛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样实质的军事行动 有 主要是动用了海巡的编组编队 他们的水井 有在外离岛周边做一些 所谓的执法巡查的动作 所以这是比起过去演习 比较没有 科目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科目差不多 科目主要还是做联合封控 联合火力打击 联合的巨子外军 以及联合登陆作战 但是在这一次的联合登陆作战 他投入的这个运作比较小 只有在东部有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草演 所以你们判断起来 他这一次的强度规模动用兵力 都明显比以往低 就国安局的研判 原因是什么 军事上的政治上的 你们的研判是什么 对 现在委员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军事上我们刚刚讲到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快速的动员这一次的演习 第二个特点是在于他动用了海警船只的编队 来做相关的演讯 那第三个特点我刚刚也跟其他委员提到了 争议讯息的操作在这两天非常非常的频密 那这大概是在军事上恫吓的一个主要的动作 现在从俄乌战争看得出来 假错讯息搞不好比飞弹先行 是 他会伴随的 这个是Hybrid Warfare 是是是 作战嘛 我请梁文杰副主委一起上来 我待会一并问 所以你们的判断你继续说 对 那这大概是这一次军事演习的主要的一个样态 那我们后续会比较关注的是 在于这种海上灰色地带的操作 会不会也变成是常态化 因为在东海以及在南海 那中共的这些海警或公物船只 他确实有这种海上灰色地带的操作 你们政治上的判断是什么 政治上的判断 我刚刚也跟委员提到 因为他这一次的演习的时间比较短 然后没有实弹 然后又没有划设禁航区 所以他也有在做一些必要的风险的控管 那做这风险控管的目的是 不希望情势过度的激化 或升高而引发了国际社会 更强力地支持台湾 所以这一次有稍微比较克制一点 感觉上是这样 对 那个梁文杰副主委 就是说 这一次 那个局长可以先请回来 我最后请教 因为我这边 这个网友也整理了 中共党政军 也就是他们的媒体 他媒体大概就是一条 一条边 大概声调都差不多了 刚才循着刚才问题 从他这一次对台军演的规模科目强度不弱以往 然后我们再看看他的党政军官媒的回应 陆委会怎么评估中共在520我们总统交接之后 他的反应你们有什么样的判断 他的反应应该是逐步增强的 就是说在520当天之后 然后当天晚上应该是就 由国台办发言人这边来发出一个新闻稿 那之后就是21号22号 连续的国台办的新闻稿 然后有人民日报的评论 新华社的评论等等 然后到23号就开始延期 那所以 你刚才讲的逐步增强是指这个区间 520到524 对 那在后续我们陆和货的判断呢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他的文工跟武货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到524之后 算是有趋缓的现象 那当然今天 今天礼拜三是国台办的记者会 现在正在开 那所以又开始做了一些批评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批评 大概就是重复上个礼拜的 国台办大概还是老调重谈 不过他不批评反而比较奇怪 但我刚才从国安局到陆委会 听到的就是认为这一次 他后来是趋缓 或者用克制这两个字 是 你们认为原因是什么 我想他的这个军演的目的 当然是属于 对他就是从他们理解的 这个赖总统的520讲话 他们是对 他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他们的解读是认为 520的讲话是他们不喜欢的 那所以试图要这样来表示不满 但是因为目前的两岸局势 他牵涉到非常多的因素 所以这个 我认为他们是需要在一个可控的状况之下 他要可控 我结束我这一段执询 要可控跟国际的安全网络 国际的因素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两岸关系从来就是要放在国际的角度去理解 这个问题我们有机会去探讨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区间 519 520一直到524 还有后续的发展 我要提醒国安局跟相关单位 其实要好好去判断 他后续的发展 因为误判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风险 如果做好正确判断 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机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